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本身是江苏太州人 也是2013年的个人赛冠军 对 赵老师已经是得了四五届全国冠军了 应该说是老冠军了 状态保持的一直也非常不错 那现象这一次在小组赛当中 一改以往这种比较平稳的方格 应该说是大刀阔斧的风格 让人感觉到耳目以心 其中这盘棋就是他的一盘 下得比较好的这一盘对局 这是小组赛第四轮的一盘对局 我看赛前双方谢敬是一胜两合 赵老师是三合的一个局面 这个时候两人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个肯定是 因为碧果园大家知道 他是分成了两个小组 A组和B组 这个冠军的价值最高 就是说两个人都是想争那个冠军 任何参赛的优选手都去想打着小组冠军 好 这个进军决赛 第二名就是争夺三四名的 那这个当然也是比较优秀的名次 但是相对来讲冠军对大家更有诱惑 大家更是想向前冲 那这个谢敬应该说这盘棋 就是他一改平时比较稳健的那种策略 一边谢敬在联赛当中 采用什么仙人指路 飞向 这个时候比较多 看到棋谱的时候我觉得特惊讶 这是谢大师在的棋吗 对 谢敬也是洪华胡老师的官门弟子 他现在应该说棋局进行到现在 就是进入了一个中炮对屏幕马 走往恒河的这个阵势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开局 最近一段又非常流行 但是黑风一般走狙击的时候比较多 那赵国中 赵老师 这个时候他采用的是飞左向 这是老普 赵老师他是山东人 山东莱州的夜线的 这个祖辈也是随着闯关东的大军 闯关东到了东北 那么后来他这一代就等于是在 完完全全的东北人了 他的棋役风格 应该说也是南北兼顾 在北方的选手当中 是非常细腻的一位 这个棋风很扎实 这个所经历的这个 这个很多次的著名的这个比赛 都是有上家的这个表现 谢敬虽然说这个年纪轻轻 他是1989年出生的 今天26岁 但是也是九经沙场的一名老将了 也是征战这个向甲呢 这个以来呢 这个成长非常快的一位选手 他也是这个从始至终的 从第一届向甲就参与比赛了 也是第一届向甲上海 金万泰队的这个成员之一 那也算是一名老将了 对啊 也是二十几岁 也下了十几年了 他是出道非常早的 经验也很丰富 他这个棋面对黑方这个左相 老朴新勇 这个向清勇啊 是一个比较老式的走法 但是呢 中间一段时间呢 受到比较冷落的一个变化 那么赵老师呢 也可见得呢 就是也很想求胜 因为他把这个很冷僻的这个招法 使出来了 这个曾经有一段 不是特别流行 居进一的这个 是啊 居进一呢 那就看是研究的这个 深度 广度 那这个向清勇呢 同样也是 这个看谁对这个棋的理解 那么走到这呢 从棋上来看呢 红方有这G级 缓攻型 也还有走G二推二的 但是感觉G二推二呢 这个G进而复退呢 感觉的意味呢 要差一些 比较慢 对 那么红方最激烈的 就是走兵武基 兵武基的目的呢 就是来直接呢 间接威胁黑方这个 旁号码 因为将来一撞 再一对马 就动摇你这个旁号码的意味了 因为这个马 如果一旦你轻近的话 你这个左翼狙炮脱根了 就黑方这个狙炮啊 脱根了 就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冲冲兵 是不是比较流行的 也是最主流的一个变化 对 这个旗呢 待会我们讲到一个变化 就是红楼华对旅心 在八十年下了一个著名的这个便利 黑方 刻不中缓 就是必须要走了 红方G二拼四 黑方走 马轮器灯 马轮器灯以后呢 老式的这个招法呀 红方都是走兵武器尼多 兵武器尼直接这个 1984年在这个武阳城 又是在广州了 下这个武阳碑 当时红华队旅心 当然这个旗啊 黑方应该走族旗 这也是老谱 这在六七十年代就出现了 但是当时的理论呢 认为红方呢 这个子力活 但是这个旗啊 最近诱人一下 感觉这个黑方呢 也是有些反击的 我看红方这个三路蛮很快的 就跳入到 对 但是它毕竟呢 是它有一个中族 还有走什么居易的之类的 对 这个旗 就是说红方呢 也没有特别十足的把握 我看我们女子组 还有走这个 十六金五补一手势的这个走法 对 也很不错 当兵武器尼的时候呢 就是老谱啊 就是旅七啊 他们下的十四进五 然后红方走马三进五 那个时候呢 他都觉得走 跑八进五 牵制住红方 然后拉住 对 如果你B5进一呢 它可以抛出去 再把你拉住 那B5平六的话 有没有起 然后黑方将来有 G8进六这些手段 他有这个 把你这个子力给你转化了以后呢 他有打马 也灯泡 将来压马 什么这些手段 这个炮 把这个居定给拉住 这个局面就是护肠吧 也很复杂 但是这个胡老师呢 胡如华 他走了一个特别经典的招法 给我们那个 从小学习的时候 留下一个深刻印象 这当时这个 北方旗那个杂志社 就写这专稿 说胡老师 就是胡如华 重锤机里裙 他就是说什么重锤呢 他是用了 象棋的一种 高级的战术 叫对子战术 对子战术 他就是 宁可你两个炮都换掉 但是这个棋呢 他就是两个马的位置呢 非常好 他不怕自己的兵 对 他将来呢 这个马武军六是先手 马武军三也是先手 具有兵法先手 他虽然 兵种不好 但是他怎活 这个棋子力的灵活 能够迅速的投入战斗 这个是象棋 当中呢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原则 就是说 那这个棋呢 就是 当然是历史上的 这个名局了 大家要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看这个棋 这个在胡如华 跟徐天丽老师 写的这个 胡如华杰作六十局里边有 也就是胡如华 十连贯的七经华 我们从小都是读着 那本书长大的 很多这个青年戏时候 也可以去读读少年戏时候 那这个棋呢 就是洪芳呢 现在通过不断的改进呢 就是他不再轻易送兵了 他走 现在马上进入 他更含蓄 可能是想 对 他保留这个将来冲 但我记得 你好像跟陈青廷下过一盘 对 我跟一个浙江 这个女子大师 陈青廷下过一盘 那个棋 当时感觉浙江的棋手 都非常的攻杀犀利 也是下的 我们都 虽然也是中局 这个互相进攻吧 我觉得也是比较精彩的一盘队棋 这个棋呢 就是 当时我记得 他也是下的底炮 对 这个棋可能也是 理论上认为 黑方最有反击力的走法 你也是走的拒绝力 对 跟这棋一样 对 你们这个棋呢 比这个棋还走了 早了一年多出现 对 比较早 他跑八瓶酒 他跑八瓶酒 他走的非常的快 我看他 你也走拒绝瓶散 对 研究有素的 然后黑方 也是走拒绝力 就是说 唐丹呢 他跟陈京城下的这边 唐丹是走红旗 也是走到这 那赵国荣和 薛静这番旗呢 就是薛静直红旗的这个旗呢 也是走到这 双方看来呢 对这个旗呢 都是有一些体会 好 走到这儿 应该说 唐丹你感觉这个旗怎么样呢 就是 你没有这个 在深入研究的这个旗之前 或者说你研究以后 有大概什么样的心得呢 你可以给大家交流一下 我觉得这个旗 黑帮这个底线进攻 就是非常挺厉害的一个招法 如果红帮 就是说实战 如果没有 就是没有一个研究的话 就千万不要再下这个旗 而且我也特意看了一下 这个对局 我看到2012年的 象棋甲鸡联赛 这个山东队的孟臣大师 与我们北京队的 蒋川特医大师 也下过一盘这个旗 当时我们 蒋川特大他是之后 双方经过一个激战 他之后获得了胜利 不过我觉得那盘棋 也是非常的精彩 这个棋呢 就是说黑方的这个底下攻势 确实也比较猛了 对 红方的这个棋呢 就是说实在必行了 就是说你拒单纯的防守不行 这个兵都丢了 对 红方也必须要这个 跟黑方进行一个对杀的这个招待 你直接蹬呢 对 也有一些问题 对 也不能防守了 对 那么红方就先走兵部棋 冲 好 那黑方打一将 红方 上将 上上 因为他支持的话呢 他将来 黑方还可以再打 所以这个棋呢 上帅是相对安全一点的 你用黑方接下来的拘移 这个棋 张老师 你说这个棋就是 看红方中路的攻势更好 还是黑方这个边路的攻势 就更厉害 所以这个棋 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 这盘棋 看完了以后 我觉得 哎呀 原来男子这个棋手 原来是这么厉害 男子顶边的棋手 他们的这个思路 真是让我 其实就是看完了 也是觉得 很难以理解 这个招法非常的深 对 这个棋呢 确实是双方的这个 中局啊 这个战斗 非常的激烈 越是对攻激烈的棋呢 越要走得精确 对 有时候一部棋呢 硬的不好呢 就是立刻呢 这个棋局就要崩溃了 而且这盘棋 就是从 现在双方的对攻 一直到后来的防守转换 就是让人觉得 都非常紧凑 对 让人接受不了 我正想着怎么杀棋呢 那边又想着怎么防守了 然后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最精妙的 蒋川呢 当年这个赢孟诚啊 就是孟诚走兵武棋 孟诚就对这个棋呢 毫无警觉 对 或者说准备不足吧 那么这个棋 黑方呢 就是挺主动的 他将来老有这么一个对居的 对 当时我 你要是抛娃腿一 他将来老有抛娃腿一 这种手段 对 然后 孟诚就是 孟诚的确是兵武棋一冲兵 对 那兵武棋一呢 这个棋呢 就是遭到了淘汰 就谢信呢 在这里呢 就是处理的就非常好 他走马武棋三 先把这个兵的登掉 现在等于要吃马 对 你再将他有电居的棋 那黑方呢 就这个马必须要换掉 然后红方呢 再抛娃腿 把这个马呢 再打掉 这儿呢 就是说 黑方的攻势呢 是得到了 一个减缓 就是黑方暂时没骑了 但是黑方这个时候 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招 就是走抛娃腿六 来打这个狙 这个就是冷眼一看的 又红方这个狙呢 就不能动了 一动就 被对方拘发出去尖了 江沙你还得 再送另外一个狙 对 所以这也是 是红方这个孟臣 没有走马五进三 的一个原因吧 我觉得 但是这个棋呢 这个谢静呢 在这里呢 他就是确实呢 这个处理的非常得到 他把这个棋呢 无许当中 他把它化解掉 我们看啊 他走兵武器 一冲 起居 去求攻 黑方这个棋呢 如果走 抛娃平区的话 如果打居 如果走 红方会兵武器 冲向 如果这个时候 你走马三进五 变的话 唐南 你看这个棋 红方怎么走最好呢 是不是 江武平四先 杀一部棋 这是好棋 这是新手 那黑方现在不能知识 知识你 对 就是连杀 这个是铁门春杀 所以他也就 居八退九 对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他马吃掉 这时候很从容 我看来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因为他要居武 平二抽那个局 他没有办法逃掉 对 这个棋 所以说红方太厉害 对 所以说现在呢 黑方不能走马三进五 他只能走知识 黑方补鱼手 知识这里边 红方也有描手 我们来看 红方再兵武器一冲 这样只能降武器一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这个三络码用上了 你电马肯定不行 它杀将 猎杀 对 他只能下三进五 飞下 这个时候红方有一个 非常精妙的手段 红方走马五进六 在这个视角上挂脚将 那你 你肯定是不能逃向了 逃向他居四接二 然后你马肯定退五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对 马三进五 有个马五进七 然后他居四退一 这是一个 练杀 高调马 所以他 这样的时候他只能走出将 那么红方这个时候 有一个妙训 居四接二 你僵 正好 他只能再上僵 然后红方这个棋 就是他送一个马 反而这个有一个沙发 对 他把这个 这个爱事的子 主动送一条 然后再聚在这边 这个棋 黑方看着 红方这巨马炮成杀 因为你瞎见 他僵死 那刚才居四接二僵的时候 我不吃你的马 我先气一个事 吃一事 他就炮瓶 这么僵死 对 陈亚军了 所以说这个棋 红方可谓是暗藏杀机 非常精妙 我们来看看 黑方是如何应付的 好 那这个精彩的对局 稍后再继续给大家讲解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 这个精彩的一个 双方精彩的 终局对杀的一个局面 这盘棋 我觉得 应该是给人看的 一个眼花缭乱 这个红方呢 先后这一个起局 黑方 看着这个 聚在口里 还是不敢吃的 这个棋 这个棋呢 那么黑方是 怎么一个防守呢 黑方是不是 没有办法防守 就是说的 他要补试 他只能去先补 就我们回到实战 实战呢 就是黑方呢 没有去打局 刚才我们已经推演了 如果打局 就被红方杀死了 他先补试 那么红方还是装兵 跟道理一样 黑方 他必须得把这兵吃掉 那只能吃掉 对 然后呢 红方呢 暂时也没棋了 因为你现在 棋呢 是没有杀起 因为他 对方有二组局 他随时可以 出将以后变局 对 红方呢 这个时候 他也通过出帅 叫杀呢 来解这个 鞠啊 受困 哦 这样 对方也 也出将 对 现在呢 红方呢 就是在 这个鞠是火了 但是他不能先走 先走 对方这个鞠杀出来了 这个黑方 这个对攻 起来 黑方速度快 所以他先 守一步可能 那黑方也不能进降 进降以后 他也把红方去快 这把这个鞠 转换以后呢 红方再把这个三络鞠 再亮出来 那么红方的子力位置呢 就要比黑方呢 略微高一些 红方的这个降位也很差 这一将 就要三络了 红方就是说 也有他的这个变动的地方 就是他的老帅 也高后再上了 但是黑方现在没有齐了 他要必须呢 进行这个退炮换马 把红方的子力进行转化 这双方呢 通过中局呢 这一段呢 比较 令人眼花缭乱的 这个对此以后呢 形成了鞠马 或者对鞠马炮的 这种各有顾忌的局面 好 现在呢 等于这个新的一轮战斗呢 就即将展开 本来是以为 俩人我都想着 可能是 终局就分出胜负了 对分出胜负了 一下子 我们下到这么长 这个棋呢 黑方如果走 局八平四呢 就吃亏了 红方这会儿有一个对局 我们看啊 高手之间呢 他下棋啊 他差一点劲 他都很别扭 都是马炮兵 但是红方这个位置绝好 黑方这个棋呢 求和很困难 黑方所以说 宁可拼死 也绝不能呢 让红方这么 很轻松的战斗 那这个棋 黑方还是赶紧 先下个将吗 先把自己 他这个走得很好 这个赵老师 这几步棋走得还是不错 他就是先 他先退居呢 通过叫杀 把这个红方这个马路呢 先控制住 因为你上马的话 他有抛出去三 那么这会儿 红方走得也很好 他先居一将 这个顿挫呢 都是值得玩味的 然后他再战类 同时解杀 同时呢 带着你这个抵士 他就是需要的时候 他就可以吃掉你 并且让黑方这两个士啊 有一点别扭 这个其实双方都比较别扭 那双方互有顾忌 都是有些问题 对啊 然后他平居压吗 平居 红方呢 也只好回来 然后黑方提一将 红方下甩 黑方再度抛拼色 这个棋啊 我仔细学习的时候啊 我感觉这个招 这招走得平抛也很 很不错 这个招 他的好处呢 就是什么呢 他就怕这个将 他防止住了红方 他为什么呢 这个将以后啊 他这个带将吃时 他这个马再穿出来了 对吧 那你呢 这个也不能知识 知识他有闷弓 那怎么办呢 他用这个炮去打他 那这个走得也很精巧 啊 那么红方呢 为了把这个马呢 能够跳出来 他就是长炮了 做炮军事 这个棋呢 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地方 就是双方都是举宝炮 都有毛病 我怎么把自己的毛病呢 用去解掉 又不让对方的毛病呢 很舒达 这个就是很娇劲的地方 走到这儿呢 赵老师走了一个炮四退三 这招棋呢 我觉得就是有些问题 就是很细微的地方 这个觉得挺 就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还不致命 这招棋呢 黑方呢 我觉得的就是 一种就是赶快足三级 把这个马强行呢 通头 也是可以 那张老师 您 就是说您 如果您要下来这个棋的话 您觉得这个棋 双方 就是关键点 为什么说要足七三级 这是个思路是在哪里 这个棋是这样 就是黑方呢 你看他的马不活呀 最后他这个马 最后就是说 输的时候 他也没跳上来 这个呢 其实赵老师又这个意思 他下不棋就走这个了 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 暂时马不走 用泡姜 来骚扰红方 那他顺势跳马了呀 这个棋 红方如果上帅 他一吃 我们先摆这个棋 这棋挺有意思的 他可以僵养去 然后底下给你拉住 用这个 对 这个中学手段 对 就是红方呢 也不好发力 这个棋黑方也是可战 双方应该说差不多 那你要是直接上马 的话呢 对方可以走 炮子平二 这个炮啊 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挡这个炮 然后再回来 而且马斯基 那时候他有 炮 23 豪老马 而且红方呢 让他这个老帅呢 也不安定 就是说他事也补不起来 这儿黑方呢 也是组合一战 就是基本上 双方军事 这两招棋呢 黑方都没有选择 他走的是呢 炮 23 这招棋呢 就是小有问题 但还不致命 我们接下来看 红方走 马武进寺 这招棋呢 就是既然黑方呢 刚才没有走 祖三战 现在就别走 因为黑方这个棋呢 就索性 就是大开杀戒 把红方这个象先吃掉再说 得些物质力量 对 如果你吃事 我就再把你这个兵吃掉 这个棋呢 就变成混战啊 混水摸鱼 双方机会也 基本上相当 红方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红方子力活一点 但是黑方有物质基础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方应该吃相 那么黑方呢 这个时候 他又去祖三战 活这个码头了 那么被红方呢 炮平息走 整个这个棋呢 就是逐步的 滑向了这个烈士 就是说高手下棋啊 他是很精细的 对 就这个地方 或许红方这个 前面炮五进寺的时候 可能也就预料了 黑方要祖三战 我觉得他可能也没 先进也不会看 也有可能这种想法 就是说最主要是什么 就是黑方呢 主要是主动呢 这个次序没有走好 就是 你看 这对兵以后 有什么结果 他向武器才一飞 然后红方 就是这样 他不让你捉炮 主要是黑方这个马 还是没有跳上来 对 黑方这个马 不能投入战斗 这很痛苦 他只能退下 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也非常的关键 就这个高手下棋啊 像那种明显 有物质力量 位置又好 那是纯粹的功夫 就是说我怎么把子力 运过去 把位置强调好了 当然也有 很高的技术成分在里面 就是双方呢 都是子力全压交错 就是阵型呢 都有弱点的时候 怎么在 这个乱军从中呢 取对方这个上下手机 这个也是很难的 是另外一种难度 那么就说 小永山战的 这个选手们呢 他总是能够 把握住这种战绩 这个棋呢 作为红方来讲呢 他就是最精确的走法 就是应该走马四肩二 同样这个马呢 就是也很开扬 你如果走平炮呢 红方可以叫一箱 你落实他再打 就是你将来捉马 他有泡一瓶二 就保护起 你吃兵我也可以 将来一将 居六平期 主要黑方马三进四跳不上 把你这个马 对 摁死 这些红方的机会呢 应该说也非常多 对 那他十点当中呢 他走的是马四进三 这招其实又给了 黑方一个机会 就是说 作为我们这些 全国军顶级的高手呢 他在十点当中呢 他也不可能走得 好 百分之百的进去 而且这也是 特别细微的 这么一个手法 他走了马四进三呢 就是给了黑方一个 这个顽强防守机会 黑方但这招棋 确实也能看 我们也就是说 他们人家赛后了 我们再研究 能看出来 就是黑方这招棋 走什么呢 绝妙的 抛出队役 这个棋就是不让他马三进一 然后弘方这个棋呢 想一时想取胜呢 还要很费周者 这个棋就是黑方呢 还有机会抗招 那么实战当中呢 他走足七进一了 这个棋就一顺 对 足有已经太缓了 坏了 为什么呢 你看弘方他马上马三进一 这个棋啊 肯定是赵老师进场 没有看到的 先进这个 走的这个招法 真是滴水不漏 见风插针 他马三进一以后 他盯着马一进三 他主要黑方啊 这个阵型的特点 他是两个室啊 始终呢 没有很好的连绕 这是一个他目前最大的问题 对 他俩室都不好动 对 都没有办法动 这个棋 你看他如果走 居住平息的话 弘方给马一进二 你退居 你就算给他僵上来嘛 他把你居扣起去了 这个棋黑方也很痛 但是他应该这么走 这么走呢 还是最佳的走法 但实战当中呢 这个授予时间的问题呢 就是黑方呢 没有走 他走 炮四平二 那么红方马一进三 登市 这个市就丢了 对 他退一炮 现在都来不及了 炮七推四 对 红方还不着急吃市 你市也逃不掉 我发现红方很老练 他居也不吃市 马也不吃市 对 他逃不掉 他先把 确实这个现金 这个入局 走得很漂亮 对 他先把自己的 这个子力 都摆好架势 对 然后他那个 炮七平六一走 他把你吊住 然后黑方走 居五平四 对 黑方也是孤注一掷的 就是说的 你没办法了 这个行 咱没有输 看红方 那么红方 马灯一将 你如果走 炮七平五 的话也没有 他可以 炮七平二 就先手 对 进将 他进将 红方这个时候 又炮了七平五一将 黑方这个时候 橘四平五 橘四平五 电剧 红方这个时候 又橘四平七 准备抽炮 炮七平四 炮七平四 第二 黑方这个棋局 由于这个 居被欠阳 应该说是大事与去 他马灯一登 黑方如果走 马灯六 应该比较顽强 但是红方有推桌 以掌炮 暗宝 这时间关系 我们不给大家细说了 就是简单的说 红方进帅 就斩右 你将我们下来 就是说 你退居 我登你 黑方没有攻势 对 黑方的居被 钱 仍然的 无法发力 但是他走这个 是最顽强的 那么实战当中 他走 降五平四 六 他想用这个紫 牵住他 正好这个比赛的 当天 我正好走到 这个棋盘旁边 因为我那天 结束得比他们早 看到谢静 稍作沉思 马上走了一招 居七平四 非常凶悍的杀法 这是先弃后取 这个招法 我看赵老师 也很无奈 他就把这个蹬掉了 然后洪荒马 所以我一蹬 他等于利用 这个牵制的手段 把黑方这个马 拖死了 黑方没有办法 你不能进降 进降 他马五进六 一僵 你要马路退伍的话 他将来马路进 你那马总是要丢 他把事蹬了以后 你这棋 窝心马肯定输了 对窝心马 那你进降 你的电中马 他马流一退期 把你的蹬死了 对 你不能进降 那这个棋 怎么办呢 对吧 黑方他也不能浸泡 浸泡他也蹬死 你一僵 他再电一个炮 正好这个马死掉 对 那黑方呢 很无奈他上降 我看谢敬 马五进三一登 赵老师 炮子平静一宝 谢敬这招棋 也是做了一个思考以后 他走到炮上了 这走得很妙 很精妙 它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飞向的话 他去知识 不让你这个老家进来 一直空 他下不棋 就一蹬 然后再 你不要打马 他再把你炮打死 对 但是你要落实的话 他就先平跑 你马 他这马是逃不了 然后赵老师 走完炮推药以后 他拱摸编族 洪方上帅 他一走高响 然后洪方一走知识 这个棋 赵老师看到这个马 肯定丢了 他一蹬炮瓶子拉死 他就主动 他就主动来赴了 这个棋 最后这个谢敬 入局也非常精彩 就等于 这有一个棋 他的想法很深远 对对 这个得子的一个 非常经典的战役 对 那好 这个棋局呢 由于时间关系 就给大家呢 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再见 再见